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日前发函给美国两家航空,要求遵守中方的反分裂规定,任何以国家之名提到台湾,香港与澳门的标示都必须移除。 图取自联合航空网页united.com中央社台北六日电中国官方,日前去含要求美国两家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标回国家,引来美国政府关切。 此事源于今年1月万豪事件,中国掀起反分裂国家风潮,至今数十家外国企业和活动主办单位被点名。 中国今年1月至今以反分裂为名的各项作为如下,密集施压在中国经商的外资企业万豪在发给中国会员的活动信件中。 万豪虽然三度公开道歉,1月10日仍遭中国上海黄埔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约谈。 万豪一度由亚太地区负责人史密斯·克雷格·史密斯发表声明,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中国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表明一些员工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了解或不够认真。 这是错误的,绝不代表我们公司的意见。 就在万豪事件延烧时,中国鹰派媒体环球时报微博1月12日报道,接获网友爆料,达美航空中国中文官网的意见投诉中,台湾、西藏都与中国并列在国家选项中。 西班牙快时尚品牌ZARA也被点名,中国官网在哪些国家可以在线购买,回收说明把台湾列名其中。 日前ZARA中国官网在哪些国家可以在线购买,回收说明把台湾列名其中,后来更改为哪里可以在线购买。 图许自ZARA中国官网www.zara.cn美国医疗集团美敦利梅德。 克罗尼克同时被检举,中国官网的国家选项包含中华民国塔万。 陆媒澎湃新闻1月13日在点名24家外国航空公司,在官网的测会员讯息、意见与投诉等。 相关页面,存在将香港、澳门、台湾与中国并列显示在国家、国籍栏目的现象。 其中,奥地利航空英文官网在国家选项有中华民国台湾塔万、里帕布利克奥夫奇纳。 中国民用航空局随即于1月13日对各外籍航空公司驻中国代表机构发布关于要求外航立即开展网站等宣传途径自查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国民航局对近日媒体报道多家外国航空公司将港澳台地区列为国家的报道高度关注、要求所。 有经营至中国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立即对自家官方网站、并用城市应用及其他宣传途径开展自查。 如存在上述情况,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整改。 紧接著,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官网1月29日公布一批损害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和利益问题地图。 其中,日商无印良品赠阅的2017年秋冬家具目录册中插附的地图无审图号,存在错汇国界线、漏汇、钓鱼台、市围与河南海珠岛等重要岛屿、海南岛屿大陆不同色、台湾岛特技错误等四项严重错误。 据澎湃新闻报道,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1月30日回应表示上述内容属实,并已按要求整改。 施压台湾参与国际一文活动的主办单位英国曼布克国际奖台湾作家无名义的单车师切记英文版斯托伦比希克尔入围。 本届曼布克国际奖曼布克英特内申尔普里泽,起初入围名单上国籍写的是塔万台湾。 他3月29日在脸书费斯布克发文表示,主办单位网页将他的国籍从台湾更改为中国台湾,与他个人立场不同。 经文化部和外交部呼吁及要求更正,国人发起到曼布克奖的脸书专页留言抗议。 曼布克奖主办单位随后于4月4日将无名义国籍更正为台湾。 台湾作家无名义在曼布克国际奖入围名单上的国籍遭标示为中国台湾,经过更正后改为台湾。 图取自曼布克奖网页THMAMBOOKERPRIZD.COM法国坎城影展第71届法国坎城影展将于5月8日到19日举行。 主办单位于4月18日公布竞赛片评审团名单,台湾演员张震入列,但国籍被列为中国齐诺伊·齐恩斯。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4月20日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却遭受打压。 他相信国人还是有信心,会坚持台湾的主体性第14届国际城市截助约旦。 代表处受邀于4月28日参加第14届国际城市截英特内申尔西地费斯帝瓦尔,活动共有20多国参展。 住处事前已向主办单位充分说明并确认台湾与中方共同参展,国旗悬挂方式等细节。 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表示,活动当天,驻约旦代表杨欣宜与各国使节共同迎接主持活动的 约旦皇室沙纳公主普林斯斯萨纳格森后,因中方施压,主办单。 为要求我方移除展区内大幅国旗及桌上行小幅国旗, 梁欣宜立即向主办单位表达强烈抗议,现场双方一度互有拉扯, 虽然最终仍遭移除大幅国旗,但我方仍坚决保留桌旗。 发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遵守中国反分裂规定 美国杂部外交政策弗里林玻利西网站4月下旬报导,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日前发行给美国的联合航空迷。 特德·埃尔莱恩斯,美国航空埃莫里卡恩·埃尔莱恩斯, 要求遵守中方的反分裂规定,任何以国家之名提到台湾, 香港与澳门的标示都必须移除。 随后又有外媒报导,澳洲航空坎特斯表示,已收到中国大陆来。 韩,要求澳航移除网站上所有会凸显台湾为独立国家的讯息与资料。 美国白宫5月5日批评, 中国要求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标回国家, 使欧威尔士胡言乱语。 美国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企业使用特定政治语言, 呼吁中国停止威胁美国航空业。 据纽西兰斯塔夫新闻网报道,澳航发言人证实收到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CAA斯的来函, 他们会在适当时机回应。 截至发稿,澳航与旗下联航捷新捷特斯塔的订票系统仍将航点台北列为台湾, 而非中国。 编辑,冯昭,宅斯加1070506延伸阅读中国施压更名矮化台湾国际航空夜应对整延伸阅读全民风举报中国民族主。 意见渗透民间延伸阅读中国干预国际企业营运外交部预告国具无理要求延伸阅读案, 藏读被解雇万豪推特小编有话想说。